已当为了宣传蘑菇屋的衍生综艺 一群档妻不太满的老卑鄙凑在一起 在没有经费、宣传、赞助商的情况下 六位虎儿自知的快男相爱相杀 回顾了他们在娱乐圈多年的臣服时 贡献了无数搞笑的名场面 也成了观众们的电子榨菜 欢迎来到蘑菇屋播出后意外走红 陈楚生、苏醒、王立新、王征亮、陆虎、张元 组成的再就业男团重新回归大众事业 制作方趁热打铁 一档专门为在就业男团量身打造的综艺快乐再出发随之而来 节目连续播出两季 持续收割热度和好评 第一季节目9.6分的评分 更是创造了当年综艺的节目的最高评分 在就业男团持续出圈后 他们的资源全面起飞 时光音乐会全员加速中你好 星期六我们的歌种地把少年热门综艺和晚会资源渣对出现 个人巡回演唱会风生水起 在就业男团一年来累计皆活达365家 芒果台也抛出橄榄枝 其中陈楚生、王立新、张远三人获得P哥三的邀约 全程贡献精彩舞台和搞笑场面 最终全都高位成团 P哥三节目还没播完 在就业男团的新综艺又与观众见面了 11月9日由0713在就业男团与制作团队全程共创的全新场景化真人秀节目快乐老友记迎来首播 快乐老友记是一档周播节目 节目的模式很简单 在就业男团每期节目会邀请好友做客他们亲手打造的温馨小家 大家一起聊天 玩音乐 定制游戏 缓解生活中的焦虑情绪 进而度过快乐的一天 从节目定位来看 六位快男对于新团宗都有自己的想法 属于自己的空间 要参与进去 长线的节目 散发快乐有陪伴 有反差感 正能量 快乐老友记开播后持续引发热议 网友也给出了清一色的好评 节目不仅笑点拉满 搞笑的同时也不是温情和治愈的内容 普通的观众也能和明星艺人们同情 因为0713在就业男团的节目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种不刻意 永远真诚 永远顺其自然 不注意外的话 快乐老友记还会约定年度高分综艺 快乐老友记首期内容是从一场芒果项目提案评审会开启的 六位快男这一次转变了身份 不仅是节目的嘉宾 也是项目的制片人 全程深度参与项目制作当中 他们也需要前往芒果TV参与项目提案评估会 为了这一次的评估会 六位快男做了不少的功课 但是一看到现场的阵仗 哥哥们还是明显感觉到了紧张和局促 慌了的小眼神 拘谨的双手 迟疑的步伐 无意不再透露着他们对于项目的重视 好在他们见过了大风大浪 在智慧担当苏醒的带动下 很好的完成了这一次的项目的汇报工作 虽然PPT是芒果众多项目提案里最丑的 但是内容干货满满 情感是真挚和动人的 快乐老友记是就业耗面团亲手策划并制作的彭宗 以六位老友的集体新加为核心场景 在家里打造最轻松真实的状态 打造一个专属的节目 节目会不定期邀请不同的朋友到家里做客 进而产生不同讨论话题 活动体验和情绪交集 节目的有口号才有记忆点 快乐老友记的口号来得也很意外 路虎从自己寻演的反馈中获取心得感悟 想把快乐带给大家 于是提出把至少今天很快乐 作为自己下一次寻演的主题 但这句话就被苏醒直接征用为节目Slogan 快乐依旧是这档节目的主旋律 六位好兄弟还专门为节目编了一个口号音乐 为了让新节目的提案会更加富有新意 张远给大家编了舞蹈 Odisco风格稳稳拿捏 头发甩甩 肩膀抖抖 一个回头亮相 像极了老实习发食广告 提案会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 和快乐在出发有所不同 六位好兄弟的名称也有了新变化 由在就业男团变成了就业浩米亚团就业兄弟团 这也意味着 这一季节目大家又要整心活了 快乐老友记的快乐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很简单 它的灵感来自每具老友记 可以是专属吃饭的饭桌 或者是舒服的沙发 也可以是运动区 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单人间 以防止有人呼噜声太大 核心就是怎么舒适怎么来 六位好兄弟的愿望也很质朴 只想做好三件事 希望通过快乐老友记给大家带来自在的玩笑 走心的深聊 共同的热爱 不拘束的游戏 好兄弟之间需要松弛和坦诚的沟通 他们也只做这个年龄阶段能够互相感知 并彼此共荣地表达 六个人因为音乐而相识 音乐是礼物 也是共同的标签 相互创作的过程也是他们业务能力的表现 男人至死是少年 好兄弟之间的愉快 往往来自那些显得很幼稚的游戏 傻在一起 乐在其中 如今市场上同类型的综艺节目很多 那么快乐老友记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大哥陈楚生给出了答案 陈楚生不及不还走到台前 随手拿起了鱼竿一甩 我们的目标是放长线到大鱼 看到陈楚生不太娴熟的动作 一旁的王立心吐槽 声歌 你这个鱼竿钥匙甩到领导脸上 我们的节目就直接结束了 陈楚生不以为然 直接来了剧 相信我们的 后来改口成分寸 具体说了啥观众也听不清 但是整个口误让全场都沸腾了 几位好兄弟都害羞蹦起来了 一个综艺名场面又诞生了 到底陈楚生说了啥 其实苏行此前给出的答案是尺寸 陈楚生不愧是综艺之神 节目中总能有谁来知彼 看得出来 陈楚生如今是彻底放开了 综艺感也彻底被激活 大家在去往湖南广播电视台大楼的路上 好兄弟们回忆起往事 路上的那家银行也是他们赚到第一桶金的银行 面对这个场景 陈楚生自嘲 当年自己被冻结的账号也是那个银行 六位哥哥的野心其实也很大 不管观众的年龄层多大 都让他喜欢这档节目 而陈楚生口中的大鱼包含三个方面 商务盈余 年年有余 始至不渝 节目很可能做成一档养成互动类综艺 主打的就是陪伴感 而且苏醒也说明有多长节目就有多久 节目要想长久做下去 肯定离不开金主 六位好兄弟同样做了功课 连给节目拉金主的创意都想好了 涵盖家居 健康 储位等多个品类 苏醒负责讲述 而其他的兄弟现场直接进行小剧场表演 整活技术一流 相信金主看了也坐不住了 芒果领导层当场给出了一个金主 哥哥们也当场接住 陆虎直演以后只吃这个品牌的炸鸡 还当场演绎了植入广告内容 而苏醒更是花生百万文案 直接给出了两句经典推广歌词 金主的眼光确实不错 选择0713男团就是明智的选择 可能很多观众都想不到 快乐老友机会以这样的形式与大家见面 有点细中细的感觉 有种大家一起见证大节目 大IP诞生的感觉 同频情感一下子拉满了 提案评估会的内容通常都是无聊的 但是这一次被六位哥哥玩出了新花样 每个人分工明确 苏醒掌控全局 张远 王立新继续整活儿 陈主声贡献名场面 王正亮全程有情伴奏 每一个人都在正确的角色里发光 杰新继续